如何用排除法分析 吕卓今天的对战态度 别接着滑走啊 给我两分钟帮你梳理一下思路 分析之前呢 还是希望老朋友啊 点赞支持一下 新朋友呢听完觉得有道理啊 也别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小胡 欢迎你来看我平球 那首先呢 咱们就要先聊一聊 吕卓现在的这个积分形式啊 以吕卓目前的计算球 是处于一个弱势阶段 以及他这个一个积分的局面 想要出现呢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干掉荷兰吕卓 而且最保险的方式啊 最好能大比分的拿下荷兰吕卓 但是这种假设啊 我实在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服啊 先不谈干不干的过荷兰 从态度上面来说呢 吕卓啊 她是必须要攻出去 她才有机会的对不对 这也就意味着 要继续以牺牲中前场的控制力 来达到解放王霜的目的 而面对世界前四水准的荷兰吕卓 等对方失误 我们可能还有一丝丝的机会 而主动进攻 那注定是无共而返 而且非常容易被打反击 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 女足最近丢球的地方呢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反击战 她的速度跟不上 然后身体呢也不够硬啊 吃不住对面的前锋 再有呢就是一些低级失误啊 比较多 毕竟两场狂丢九个球是吧 防守问题肯定不是一般的多 而且绝对不只是李金童一个人的问题 是中后场的防线质量整体偏低 才导致了这样乱丢球的局面 而反观 荷兰这边 从两场小组赛啊 狂丢13球的这个表现啊 可以看出 荷兰的进攻端 绝对有多点开花的能力 前场这个三千锋体系任何一人的个人能力啊 都不需赞比亚的旅球王 巴巴拉班达 更别提荷兰的这个正硬中锋啊 威威安米的嘛 目前更是六球进账 如此火力啊 我实在想不出女足这边如何能够抵挡 所以本场呢 我首先确定 女足这边 她是很难不出现大逼分丢球的情况 那咱们再说一下荷兰的防守 不说他们防守能力有多弹 咱们就谈防守的思路 是不是就比女足这边要清晰太多了 只要 荷兰这边盯好王霜 是吧 基本上后防线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压力了 王霜 他是强 但双拳难敌四手啊 荷兰女足本场比赛的基本面优势真的太大了 又都是年轻的球员 进球欲望必然也是高涨的 只能期望女足本场比赛输的不要太难看 一次得失呢 她并不代表什么 回家以后做好复盘的工作 这一节不行 咱们等下一节再来就好了 也希望 不管女足本场能做到什么程度啊 大家都能对女足这边多一点宽容 加油 中国女足